所以要關心的是這個五日 這個人都要吃藏的衛生 來看是這個高雄市的衛生局跟小補官 今天特別去一些有名的老店 買的藏的老店 跟這個大閨店做調查 發言說一些老店 說在北藏的所在 太高 太高 另外有一些冷凍庫的運動也不夠 香江湖的肉粽也要熱湯湯 疼開藏口 香氣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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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現在到斷毫坐也要有刮過位 買肉粽的人越來越多 家鄉市為新叫到小補官 正宗基柵傳統老店跟量飯店 肉粽來了跟製作保存的方式 當時發現有傳統老店 製作的規定有問題 不只是保存的狀況跟環境不太多 冷凍庫的運動也不夠多 空間會生微信物 讓市品判去 微信表開出了 現期改善的通知書 要幾點到三天來要改善 所以來到量飯店 藏魚放米 煮米 也是既然的重點 因為不少民眾會選到自己保護 微信教跟藏魚大量的減量 看看有加二氧化粒 能等於保存的時間 高中期微信教特別提出 選擇藏魚跟萊芽材料 時第一步先評判 如果有算三個米 將今天就有問題 民眾可以檢舉通報 其次你收看大善君 高雄報道